对不同乘客需求的细心与体贴是本分 也承载着一份人情 一种迷养百种人 坐上巴士车长位置的这几年 你秉健看过形形色色的乘客 印象深刻就是旅客上车问路 不过他不是要搭我的巴士 他只是上来问 我认为不差那几分钟 跟他讲一下无所谓可以 不过有些乘客就认为 为什么你浪费那个时间 有些乘客就认为 为什么那个车长停在那边看到我了 不过没有等我 巴士也是有忙点 从你的方向 可能你看到的是我们在看前面 不过我们是在看那个倒后镜 我们是否可以安全地出那个站 所以我们真的是没有看到那个乘客